创意变变变 欢迎来到创意变变变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咕噜咕噜大家好 我是最最可爱的小咕咚 本栏目由盖世冠名播出 卖家卖三色梨卖燕麦脆 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脆开始 本栏目由高盖美味 助力成长的妙可兰多奶酪棒 特约播出 那今天呢 和我们一起做创意手工的 还有三位可爱的小朋友 来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翁诗淼 今年十一岁 大家好 我叫翁玉凯 今年八岁 大家好 我是田梦辰 今年七岁 好 那在做这个手工之前呢 我们要活动一下 我们的手指好不好 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 十指五指 胖胖 十指 周指 碧鲁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好的 我们的手指呢 都已经活动开了 接下来呢 开始要做手工了 在做手工之前呢 红果果想要问问大家 你们知道什么是乐器吗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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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你说 就是可以吹出声音 或者有打击乐器 就是这么打 也能打出声音 我说得真好 那你们都知道哪些乐器呢 姐姐说说看 有钢琴 吉他 架子鼓 那弟弟呢 有大鼓 有大鼓 灵鼓 知道那么多 那姐弟俩在家有没有学过什么乐器 我学钢琴 我学架子鼓 真的 真棒 你有学过乐器吗 我学架子鼓 架子鼓 我学架子鼓 好受欢迎啊 小鼓头 你会什么乐器啊 我会电子琴 真的 太棒了 好厉害啊 那今天呢 我们就要用卡纸来做乐器 好不好 首先呢 我们第一个环节 来做一个简单的乐器 好不好 在卡纸上 做出你最喜欢的乐器 好不好 来 听我的口令 预备 开始 来吧 好 好了 我的已经做好了 你们做好了吗 我的也做好了 你的也做好了 这样吧 我们先来看看小鼓动做的吧 看看 电子琴 哇 鼓掌 有这个黑键和白键 是不是 对 然后上面还有飘出来的美妙的音乐 好 你做的是什么呀 我做的是排修 排修怎么演奏的 演示一下 也是吹的 哦 就能吹出 吹的 吹的 好 来看看红果果做的是什么 吉他 吉他 没错 红果果特别喜欢吉他 但还不太会弹 要好好练习 再来边弹边唱 哇 太厉害了 好 来看看姐姐做的 给大家展示一下 姐姐做的是什么 他应该是打击乐器是不是 木琴 对了 真厉害 为你鼓掌是木琴吧 木琴 好 弟弟 我做的是大鼓 哦 大鼓 好 那大鼓是怎么敲打的呢 可以拿两个鼓锤来演示一下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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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一般在什么情况下 我们会敲打大鼓 嗯 纽杨哥的时候 纽杨哥 还有呢 表演的时候 他那个前面 他会咚咚咚 月日快 舞狮子的时候 哎呀 你们太棒了 舞狮舞龙的时候 表演的时候 庆封收的时候 是不是 也要打鼓啊 哎 我们来唱两只老火弟弟 来打鼓好不好 预备 预备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抱不快 抱不快 一只胃有尾巴 一只胃有尾巴 真奇怪 真奇怪 耶 好 接下来难度升级了 我们要做会发出声音的乐器 哇 升级瞧瞧手 快乐咚咚咚 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玩创意 哇 欢迎回来 本栏目由盖师冠名播出 卖家卖三色藜卖燕麦翠 幸福生活从一口燕麦翠开始 本栏目由高盖美味助力成长的 妙克兰多奶酪棒特约播出 好 刚才红果说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是 会发出声音的乐器 对不对 对 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 而大家心中的 这个会发出声音的乐器 是不是都已经想好了呢 想好了 好 一 二 三 开始动手来坐吧 好 是不是都做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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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按顺序来说 先来看看小姑东做的好不好 转发 转发 听一听 摇铃 哇 用彩色的毛根把铃铛固定在吸管上面 非常的有创意 是不是啊 我们为小咕咚咕咕咚 哇 而且这个摇铃的声音非常好听 是不是 嗯 好 小朋友 举起来 这个很像我们的那个叫什么板来着 快板 是不是 嗯 小朋友做的这个很像简易快板 出东门 跺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我来帮你演示啊 出东门 跺大桥 大桥底下一树枣 难着干死去大桥 一个桥 两个桥 三个桥 四个桥 五个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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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桥 九个桥 八个桥 七个桥 一个桥 五个桥 四个桥 三个桥 两个桥 一个桥 胃烫酷酷的 好厉害 好 来看看红果果做的乐器 能猜出来吗 我记得刚才弟弟是不是也做的鼓 大鼓 你的大鼓发不出声音 是不是 我这个大鼓 你看 这边有声音 气球做的大鼓 好 姐姐 举起来 我觉得姐姐做的这个乐器是最漂亮的 首先我们看 她当中画了这个什么呀 西瓜 西瓜 然后我还刚才问她 这个蓝色的条条是什么 听听她的解释 冷气吗 就是空调 边吹着空调边吹着西瓜 原来这就是冷气 好好想象力 然后她周边装饰了一圈的小铃铛 是不是 特别像我们小时候那个 我们的中国是花根 花圆的花朵真鲜眼 这个好棒啊 我好喜欢 好 来看看弟弟做的 她这个做的有点像那个 沙锤 沙锤是鼓的 它是扁的 对不对 你可以晃一晃 弟弟 好听 发出了什么样的声音 沙沙沙的 沙沙沙的响声 为我们五个人鼓鼓掌好不好 我觉得好激动 没想到每个人做出的乐器都不一样 而且声音都非常好听 对不对 红果果 你知道吗 今天有两位小朋友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是哪两位小朋友啊 可以挤挤手 看到了我的眼神 看上了姐弟俩 好 姐弟俩那马上就要过生日了 不如呢 我们小乐队啊 我们是一个小乐队 智慧小乐队给姐弟俩 来一个生日快乐歌好不好 好 准备好 拿起我们的小乐器啊 预备 开始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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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气氛啊 好有气氛啊 对啊 所以啊 我觉得今天的主题特别好 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了什么呀 乐器 所以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回家以后呢 是不是也可以发挥你们的想象力 用其他的材料做出其他的乐器 是不是 可以和小伙伴们来一个音乐会 好不好 一个小乐队 真的 为自己鼓掌 好的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 喊出我们的口号好不好 一起说 食指不止更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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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请你像我这样做 我就像你这样做 我的身体 棒棒棒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我们的身体都有哪些部位呢 赶快和红果果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实体吧 快来呀 这是我的脑袋最聪明的脑袋 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 动一动 转一转 我爱我的小脑袋 这是我的双手 最灵活的小手 可以和好朋友握握手 拍一拍 挥一挥 我爱我的小手 这是我的肚子 圆肚肚的肚子 里面装有好多好吃的 摸一摸 揉一揉 我爱我的小肚子 点一点头上手下下 拍一拍手 坐自悠悠 摸摸肚子画的圆圈 我的身体棒棒棒 怎么样小朋友们 我们的身体是不是很神奇呢 赶快和我们一起再来做一次吧 这是我的脑袋 最聪明的脑袋 装满很多奇妙的想法 动一动 转一转 我爱我的小脑袋 这是我的双手 最灵活的小手 可以和好朋友握握手 拍一拍 挥一挥 我爱我的小手 这是我的肚子 圆肚肚的肚子 里面装有好多好吃的 摸一摸 揉一揉 我爱我的小肚子 百 تم 鉄一颜头 上下下下 切一按头 擀一對手 坐坐悠悠 摸摸肚子 a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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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 alsoa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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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 mechanics 先让我们活动一下身体吧 首先活动活动头部 像这样慢慢地转一圈 再转一圈 反方向地转一圈 再转一圈 接下来伸出我们的手 就像长颈鹿够高高的树叶一样 一次 两次 反方向 一次 再来一次 最后我们来活动动动的腰部 就像在转一个呼拉圈一样 一圈 两个圈 方向 转一圈 再来一圈 我看到了 你们做得非常棒 你们瞧 我发现了什么 瞧 这是大熊猫生活的地方 它们有黑白相间的毛色 和胖胖的脸 真是可爱极了 跟着彤彤哥哥 一起来模仿大熊猫吧 用双手 当作大熊猫的眼睛 圆圆的 圆圆的 还有大熊猫的耳朵 非常棒 大熊猫的四肢非常有力 适合爬树 在野外 大熊猫爬树是为了躲避天敌 因为在树上会更安全 所以很多大熊猫 喜欢在树上睡觉 我们一起来模仿大熊猫爬树吧 双手放在前面 往上爬 再爬下来 换一个方向 往上爬 再爬下来 非常棒 圆滚滚用来形容大熊猫 非常贴切 特别是吃饱后 看起来就像一个圆滚滚的球 大熊猫还喜欢舒适 自在地躺在草地上打滚 像个大猫球一样可爱 我们来模仿大熊猫打滚吧 大熊猫有一个圆圆的肚子 我们转起来啦 转 转 转 再来一圈 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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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险之旅就到此结束啦 跟着童童哥哥一起放松一下吧 深呼吸 吸气 呼气 吸气 呼气 小朋友们 运动完后 记得喝一点水 补充能量哦 我们下次再见吧 再见 再见 大熊猫 大熊猫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 你们喜欢秋天吗 秋天是个很美的季节 你们知道秋天到来的时候 大自然都有哪些变化吗 我觉得秋天 落叶会变黄 还有变红的呢 秋天来了天气也变冷了 秋天会有很多乐月 这就是我演的乐月 有的时候我会跟妈妈 周六日去采树叶玩 看秋天到了 叶子变红了 为什么会变红呢 因为夏天和春天的夜绿色怕冷 它就不会在秋天 然后秋天的夜清素和胡萝卜索 在夏天和春天受不了 因为它们怕热 所以它们在冬天和秋节 这两个季节是冷的 所以它们可以受得了 大夜 它一到秋天就会往南方飞走 因为它怕冷 不像咱们冬天穿一件棉衣就可以 穿一个手套也就可以了 但是它整毛没有衣服 大夜要往南方飞 松鼠准备冬天的食物 我们带些归一首秋天的歌 来 秋风是个淘气吧 嗯呀 到处跳跳有冬宝 嗯呀 弄坏大地五彩平 嗯呀 转出红叶和黄叶呀 快快把它送回家 秋天里你都会做什么 秋天的时候会和妈妈一起去秋游 发现植物的变化 如果秋天到了叶子多的话 我会到山顶上放秋天雨 就是把一些秋天的叶子抛上天 还有一些秋在秋天的时候 我喜欢观察一些小动物和一些红红的叶子 我还喜欢把它们给收集起来做成画 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我喜欢出去放风筝 我放的时候 然后还想放一个涂色的风筝 就是上面那个图案 就是是空的的 就是还没有上册的 然后我给它涂上 我喜欢这种的 秋天来了我喜欢 给爸爸妈妈去爬山 但是爬山有点累 可以锻炼我们的身体 我和妈妈会用那些采来的树叶 用胶棒把它拼成一个小籽 秋天的时候会剪叶子做手工 你会用秋天做落叶 做什么手工呢 这是我跟妈妈用落叶做的手工 然后这个是用红色的菜泥做的 然后再摁上这个树叶 然后再点上黄点点 大家看这是我用落叶做的作品 这是我用落叶做的小鱼 这个是鱼妈妈 这些是小鱼宝宝 然后这个是嘴巴 这个是它的尾巴 这个是鱼鳍 这些是土的泡泡 秋天里都有哪些节日 秋天里有中秋节 我会欣赏圆圆的月亮吃月饼 中秋节我们会吃月饼 全家一起赏月 国庆节的时候 我去天安门看了生奇 我也去了 你知道哪些关于秋天的古诗 提秋将独调图 一二 一缩一利一篇锅 一帐四轮一春钩 一曲高歌一尊酒 一人独调一江秋 空山西雨后天气晚来秋 明月松仙照清泉时尚流 竹轩归换你联动下雨舟 随意春方歇 王孙姿自克临